梦中到了极乐世界 持咒十万菩萨颂子 作者 金进群八般佛弟子 阿弥陀佛 各位师兄们大家好 很高兴在这里简单分享一下我的学佛因缘和过程以及感应 有说的不好之处 请各位师兄们见谅 如梦初醒 一心向佛 记得还是孩童时候的我 父亲单位组织活动 来到了长熟的一个寺院进行祈福参观 听当地一位导游 说了本事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故事 当时就被这个故事深深的吸引住了 觉得佛陀真是好伟大呀 在那座寺院里 父亲迎请了一幅西方三圣的画像 挂在家中进行供奉 我是越看越欢喜 觉得菩萨好殊胜呀 或许当时就在心中种下了学佛的因 时间慢慢的推移 我慢慢的长大 在成长的过程中 残害过一些幼小的生命 例如蚂蚁虫之类的 现在想想真是后悔不已 那些动物也都是有生命的 也许就是你前世的朋友或者父母 这个是我学佛之后才知道的 由于当时没有任何的信仰 想想小的时候真是造了不少的念 直到有一次梦到了观世音菩萨 记得当时我应该是快要读高中的时候 那天早上梦里看到一位穿白色衣服的妇人 和西游记里的观世音菩萨一模一样 我正想起身去拜的时候 梦醒了 当时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一股香气 我知道应该是观世音菩萨来过了 菩萨是来点化我的吧 或许之前我也是修行人 由于种种的原因 还在六道中轮回受苦 之后的我如梦初醒 觉得学佛才是我的信仰 才是我今生必修之客 之后我时常和同学父母 去庙里烧香祈福 参加周末的放生活动 也经常看中国佛教网里面介绍的一些因果故事 读了《新经》 《了凡思讯》等 印象最深的就是《了凡思讯》这本书了 书里写了 原了凡先生通过《多吉德多行善》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佛教讲三世因果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之事 欲知后世果 今生做之事 只有积极从善 多做好事 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时间来到了2014年 那年 家中变故 我的奶奶和家里养的十几年的小狗相继离世 让我感觉到事实的无常 人一出生 一直被命运的枷锁捆绑着 总是很难摆脱固定的生活模式 甚至过着不想过的生活 大部分的人总是庸庸碌碌 甘愿随事浮沉 无法改变他的人生 到头来又继续在六道轮回受苦 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 人生难得 如同大海盲归 一旦失去人生 则万劫不复 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才能永远地脱离六道 得以解脱 我当时有点迷茫 虽然自己信佛 时常会去寺院拜佛 也会看看经书 但是如何才能脱离六道轮回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之后有一次 无意间在网上看到守月亮群主的博客 有观世音菩萨显灵等等佛菩萨的故事 我被博客里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了 每天只要有空闲的时候就会看 知道只要精进持咒 脱离六道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成问题 与此同时 也从守月亮群主博客里 学到了很多东西 特别喜欢看博主写的一些 菩萨开示和灵界的见闻 觉得增长了很多方面的知识 也更加的坚信 做人做事 一定要从善 如果你以供奉的心态 虔诚祈祷的话 菩萨会显灵帮助你 佛菩萨一直在我们身边 只是我们还未曾发现而已 看了守月亮群主博客几个月之后 于2016年2月 申请加入了极乐世界普渡四群 开始觉得 能持咒达到108遍以上 真的很难 一开始念大悲咒 确实不太容易 有些字不认识 就在网上搜索拼音 之后慢慢的会背诵了 觉得每天达到108遍 并非难事 上下班的时间足以念完 转眼到了2017年 2017年是丁有年 也是我的本命年 5月份 我参加上海龙华寺皈依法会 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佛弟子 皈依的时候 听了师父的开示 我激动的哭了 打心眼里高兴 因为我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持咒十万 菩萨颂子 我结婚有七年了 开始结婚时 并没有着急着要孩子 可是到了真想要孩子的时候 却怎么也怀不上 期间喝了中药 也没有见效 眼看着周围的同事朋友 有了宝宝 爸妈和公婆也时常催促 自己的年龄也逐渐大了 所以就想着要孩子 看到群里师兄说 囚子必须要去 菩萨山洛家山 于是2016年年末 踏上了 菩萨山囚子之路 以前 每年去 菩萨山 都是到 菩萨山上的 几个大寺院礼拜 洛家山那年 还是第一次去 看群里的师兄 说 洛家山上囚子 最为灵验 于是 祈求着 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保佑早点让我怀孕 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 观音妈妈 果真是显灵了 真是太灵验了 不出几个月 我就怀上了宝宝 之前 看到师兄的分享后 得知 持咒每晚十万 菩萨就会送来惊喜 我看了一看时间 真是如此 当时 我试念大悲咒十万 真是如此的巧合 墨学在怀孕的前后 做了一些奇怪的梦 这里 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 梦中 去了西方极乐世界 当时的我在老房子里 听到不远处 有吱吱的叫声 抬头一看 居然是一只 开平的孔雀 原来 听到的声音 来自于他 忽然 他飞了起来 我跟着他 一下来到一个世外桃源 一踏进这方土地的时候 我心里就知道 这个就是大家所说的 西方极乐世界 周围的一切 都是那么的美好 空气中 弥漫着花香 天空中鲜鹤 孔雀飞舞着 看到了一个很大的莲花池 当时 心中有了挂念 心想着 妈妈能够看到这一切 该多好 或许心中 有了一丝挂念 最终梦醒了 后来 我还在周公节目中 搜索了一下 已婚女子 梦到孔雀开平 意味着什么 答案是不久要怀孕 会生一个健壮的男孩 或许 那只孔雀 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是让我坚定信念 一心念大悲咒 极乐世界 真是不虚 只要好好地发心 念大悲咒 阿弥陀佛 一定会来建议我们 去西方极乐世界的 二 观世音菩萨梦中送子 现在 依旧觉得那个梦境 是那么的真实 梦到自己 来到紫竹林 看到观世音菩萨盘腿 坐在莲花台上 当时激动的心情 难以表达 跪拜着祈求 观世音菩萨能够帮帮我 只看见 观世音菩萨从莲花台上 缓缓地走下来 在我的右肩肩膀上 轻轻地拍了一下 当时的我 估计太激动了 就醒了过来 当时就感觉到一股电流 从我的右肩 慢慢地 到达我的身体里 真是太奇妙了 直到后面怀孕了才知道 原来那天 观音妈妈是来送子呀 感恩佛菩萨的加持和保佑 让我这么快地实现多年的愿望 所以说 只要专心持着 有什么困难 和佛菩萨说 在机缘成熟的时候 佛菩萨会巧妙地 帮我们安排好的 孩子的到来 给我带来了 为人母的喜悦 怀孕期间 我也坚持持咒 宝宝在肚子里面 也很听话 很乖 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其实早就注定了 可家人 一直催促去医院检查一下 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 因为医院有人认识 做笔钞的医生 之后没过多久 在一次持住的过程中 恍然间 看到好多可爱的小孩 在玩耍 只见莲花台上 菩萨手中抱着一个男孩 迎面飘来 原来菩萨是在告诉我 宝宝是男孩呀 由于我是高龄产妇 到了孕后期 有点血压高 带了血压减持仪 监控 一切都正常 到了三十几周的时候 恭敬有点缩短 于是在医院的检查 建议下住院观察 住院期间 一切都正常 到了祖院 菩萨如我所愿 送了一个品貌端详 十分漂亮的男孩 在此也特别感谢群里的粉蓝师兄 他激励我要好好持咒 观世音菩萨会保佑的 还在群里发了回向文 多谢群里师兄们的回向 说来也奇怪 儿子每次看到我拿念佛技术器和佛珠 就抢着要拿在手里 我一直叫他小佛子 将来我一定会好好的教育我的儿子 也会指引他一起和我修行 多念大卫咒 多做好事 一心一意 跟着佛菩萨走 在经济群的三年中 墨学感到很惭愧 到今年五月才达到二十万多的大悲咒 当中还缠有水分 但是佛菩萨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 我在修持的过程中也是感应不断 有的时候觉得头皮发麻 背部热热的 有的时候感觉有一股电流 从头部的百慧穴 一直蔓延到整个身躯 一阵一阵的 这股加持力真是强大 学佛之后 我把一切都看得很平常 一直以平常心去对待周围的一切 觉得现在 我的幸福指数在大大提高 在今后的学佛道路中 我会好好宣扬佛法 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感染我身边的同事和家人 也期望他们在我的感染下能够早日归一佛门 成为一个真正的佛门弟子 有人说 人生有三大幸运 上学的时候能够遇到一位好老师 工作的时候能够遇到一位好师傅 好老板 成家之后能够遇到一个好的终身伴侣 我觉得今生最大的幸运 就是进了首越两精进群 通过这么好的一个学佛平台 认识了各位师兄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和大家一起好好的持咒 相互督促 相互成长 我相信 只要一心跟着佛菩萨走 跟着首越两群主夫妇走 跟着首越两精进群走 有朝一日 我们一定会在西方极乐世界那块向往的净土上碰面 到那时该是件多么幸福和开心的事情 感恩观世音菩萨和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持 感恩群主建立的精进群 感恩义工师兄们的辛勤付出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师智菩萨 那么十方世界一切佛菩萨 随起功德